开一波才一期亲子综艺节目 爸爸去哪儿 已经成为好几个圈子的热门话题 好追星的小伙伴 看着平日里帅气潇洒的男星 展露生活的一面 极乐无穷 俗话说 带娃的男人最性感 大家什么意见 好娱乐的小伙伴 看新二代卖萌又耍酷 人手一本经典语录 妈妈们看了片子 有话说 爸爸去哪儿 反正八成没去开讲讲会 看着五个星爸在镜头前 手忙脚乱带孩子 好多电视机前的爸爸 被要求感受下妈妈平日里 多辛苦 小学老师从节目中看到 儿童教学下职 往西一个小学的班主任 临时将自己的两堂语文课 改成爸爸去哪儿 看片学习会 希望孩子们从中感悟亲情 并学习在陌生环境中 如何带人接物 更有学术范的网友 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 解读星爸与孩子的互动方式 如何影响孩子的性格塑造 例如犀利的网友指出 林志英每次和Kimi说话 都会蹲下来 采用一种和他平视的姿态 让孩子感受到尊重 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Kimi问爸爸 为什么飞机总会跟着我们呢 林志英的回答是 谁酷就跟着谁啊 夸得那叫一个自然 一个巧妙 话说小小只 一见面就迷住李湘的女儿 这种帅气 绝对是全能老爸 林志英细心培养出来的吧 明天开播第二集 各位爸爸 是不是赶紧学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